蛋 又復活接蛋之類的 這是告訴我們不要帶貓咪去博物館 讓我們來先學習如何當一隻貓咪 左鍵跟右鍵是 跳得還挺高的 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弄 這邊是真實的貓咪 這個也會被弄下 這是指向 這就是一個使勁把別人都會弄下去的一個遊戲 弄掉320個物件 剩一隻貓真的是 實在是 潛力無限 一瞬間 這有時間限制的啊 天啊 這是有什麼業務壓力嗎 我不是來這邊當一隻貓的而已嗎 來當一隻貓為什麼還有業務壓力啊 天啊 這馬桶可以幹嘛 哈哈哈哈 這個我大概有印象 速度加強 太白癡了吧 弄掉220個物件 啊 聖誕節 速度加強了 速度加快了 變變得更快了 我們該先去完成 完成任務的要求 沒錯 先去完成 這邊該要做業務 說實在話呢 其實就是看到貓咪 就是把這邊 把能夠 把世界毀亂 那個 毀掉一切而已 好了 捆 沒了 怪物一樣 變成橘貓了 哇這一關的那個 數量要求有點多 有點棘手 要不是因為有輸這種 就是一本 一本期數量還算多的東西 要幫我決定看 難難完成 對於一隻貓咪來講 這是消耗巨大卡路的挑戰 有路腦袋 哇 這邊打飛欸 哇 Isaac欸 天哪 那個 那個角色也在這邊 拍掉 他在哭 喔對也是啦 他只要被打了一下 他就開始哭了 沒有錯啦 褲蛇在那邊 往旁邊的東西 進展 業績 業績 超超低的 業績 不得不承認 他的那個 其實這個 標球的數量有點多 看來還是得回來這邊 禍害這裡的東西 好 這邊都結束了 累了 結束了 不對走錯路了 有點好奇 外面到底長怎樣 外面一點都不怎麼樣 沒有值得留戀的地方 外面真的就只是個戶景 沒有什麼可以看的東西 他獲得這麼多錢 台門公仔是錢 其實他這邊的錢 在某種程度上 剛才跟講說 是你造成的遊戲 你造成的那個吧 你造成的電面損失吧 雖然很艱難 但還是已經 突破 盡可能的 已經推到一個 一定的那個 一半 有一半的吧 可是這樣才一半而已 還是有不少很貴的東西 可是 還有一些東西必要 打下來 好像這邊沒有東西了 可惡 還有這個孔可以打下來 可以耶 原來這個東西是最貴的喔 原來這是最貴的喔 三條橋車還在喔 看有個可憐 難怪喔 難怪想說奇怪怎麼 怎麼好像價格上 怎麼還是搞不定 奇怪的章魚 那個章魚是我這玩過那個嗎 章魚老爹 好像是耶 哇有些好 有些是那種以前玩過的東西 被大家當成捏他了 有什麼值得打下來 有什麼值得打下來 還這什麼 沒有那個應該只是單純的其他那種造型而已 不過排除是其他東西啊 可是我對這個東西沒印象 喔那個機器人是Twitch的那個機器人 好吧 應該是Twitch的機器人 看裡面的捏他其實也不少 喔 天啊 看他怎麼像加勒服一樣 來全聯 你可以把生鮮變苦瓜 來全聯 你可以把生鮮變苦瓜 來全聯 你可以把生鮮變苦瓜 好像是格鬥遊戲裡面的角色 的那個腦袋 有個印象在 可是 我找不到人玩 我來說 這四個除了 體驗當 當北七貓的一個遊戲以外 又是一個可以看貓照片的一個遊戲 前一是你有全部找到 好啦 就先這樣子吧 因為遊戲大概就只有這個樣子了 也沒有其他東西可以講 好啦先這樣子啊 先玩囉 掰掰 來全聯 你可以把生鮮變苦瓜